電腦上的小一 加入電腦上的小一 每天都有新的事 誰敢沒煩惱的生活不無聊 有家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電腦上的小一 又到了每個星期五科技小電報的時間 這個星期的科技新聞 當然不能錯過 WWDC 蘋果在軟體方面公布了 iOS 11 Mac OS 跟 Watch OS 的更新 但硬體方面讓大家眼睛一亮 當然有iPad Pro推出了新的 10連5吋版本 處理速度比前代快了 30-40% Apple Pencil的反應時間 也縮短至20ms 其中亮點中的亮點 當然就是全新的產品線 iMac Pro 最高可以選購搭載 18核心的版本 使用這麼高規格的電腦所做出的事情 應該是我們小老百姓不會懂的吧 iMac Pro 採用的外觀是太空灰色 iMac Pro 最快預計 是在今年12月會上市販售啦 緊接著 E3 電子娛樂展要到啦 Sony 將推出金銀良色 搭載 1TB 容量主機的 PS4 Slim 那它的售價呢為 249 美元 小一自己是覺得整台主機都是金色 有點太金碧輝煌了 不過呢 是不是很多人都一直很期待這個 充滿豪氣的主機啊 它有沒有喜歡金銀良色的 PS4 Slim 嗎 從 2011 年就開始準備了 世界最大台飛機 Shadow Launch 終於準備要測試啦 那這台史上最大的飛機 Shadow Launch 呢 它的體型大約等於兩台波音747 然後它的目的 是為了成為高空的火箭發射台 從高空發射火箭 可以減少低海拔的高空氣阻力 進而呢省下一部分的水蘭料唷 那未來呢 太空人可能都會搭飛機 先到一定的高度 來搭太空船進入太空 那今天的科技小電報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按個 Like 以及訂閱 電視上網的頻道 還有把我們粉絲團射成搶先看唷 掰掰